闫亚伦的四个她。分配李玉坟当老婆。曾知乔当小三。 闫亚伦金,三十,日上R2TV叫新食堂,宣传发行全新EP最想去的地方,主题曲是希望在新年节可以给另一半的歌曲,MV剧情在露营车里面拍摄。 没想到闫亚伦开口就说,我没办法去露营,我很怕闷尸和虫,也有不好的经验,住帐篷遇到不好的室友,有各种味道。 还有一次跟妈妈一起去,妈妈被蜈蚣咬,真的有很多阴影。 R2TV叫新食堂今天准备了电影也有颜色的食盐肠火锅,闫亚伦表示自己特别爱中式料理,因为有广大长久的文化和历史蕴含,自己平常特别爱吃宫饱,糖醋排骨,五更肠旺。 严亚伦曾说过如果有机会可以交换身份,希望对象是林佑佳,因为他的tempo很奇怪,想知道他这种不会被人影响的感觉是怎样,还有当爸爸不知道是什么感觉。 并说自己有个空姐朋友,青月嫂做完月子整个容光焕发,毛细孔都缩起来,也顺便挖洞给黄子脚,说要帮梦耿如青月嫂。 被线上网友狂赞真是会挖洞给黄子脚。 YarhuTV叫新食堂列出颜亚伦的荧幕4CP,问他要如何分配老婆、情人、小三、闺蜜。 严亚伦说,结婚的对象真的跟情人不一样,是要一起共创未来的,就像你跟耿如一样,那个责任很大。 不是只是一起享受谈恋爱的感觉。 我以前也谈过很多恋爱是一开始就陷入的,但真的不太实际。 没想到严亚伦最后真的认真回答,丽玉芬是老婆,因为她理性,又是野心,不会变成黄脸婆。 郭雪佛是情人,鬼鬼是闺蜜。 啊,这样曾知乔变小三了,其实她也很适合当老婆,其实他们对我来说都很重要。 YarhuTV叫新食堂开放网友提问,问题天马行空,由网友问严亚伦上厕所之后怎么洗手。 她也如实回答,我在家里有一条专门擦手的毛巾,在外面会用卫生纸,再从包包里面拿酒精出来擦手。 严亚伦也回答自己出道的过程,她说,Yarhu之前有一个交友平台,当时我的人气很高,经纪人在上面照新人,我看了好几个觉得可能是骗人的,后来跟着朋友一起去,结果是真的,就进演艺圈了。 关于家里有什么特别的收藏品,严亚伦说,钢弹模型,蝙蝠峡头1比1的面罩。 我有一次从半夜十二点玩模型到早上六点,就是一定要把它弄好。 家里也有漫画,像《死神》、《火影忍者》、《海贼王》、《怪兰高手》的精装版和彩色版。 有问必答,也让粉丝听得超满足。 节目特别来宾小燕子环call out无尊,笑称她怎么听不出自己的声音,没想到无尊说,听起来就是个十几岁的小妹妹啊。 让小燕子大赞实在太会说话。 严亚伦也猜了许久,无尊一说跟严亚伦熟得不得了。 严亚伦就说,我知道是谁了,尊哥。 无尊,之前一击打拼很多年,看到她的认真而且越来越有魅力,而且不在于外表的魅力。 我们这种外表已经不用再更突出了。 我最受不了的就是她每一次在后台,化妆室,后台都要唱歌,真的是太爱音乐,唱得又好听让我很自卑。